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伺服器上面 我們要怎麼知道你有哪一些網卡 比如說我們可以到ETC System Config裡面 它有Network Scripts 那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有 列出哪幾張網卡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可以透過這個 查IP對不對 IP Config 查一下你的虛擬機 你自己的IP是多少 假設是這個 好 然後呢我們就連過去 我們自己的虛擬機 我們這邊有一個自己的虛擬機 在這邊 這是我們的虛擬機 現在進入休眠 就是畫面休眠 不是主機休眠 好 那我們就連進去 好 在Linux底下 你打密碼不會動 郵標不會動是正常的 不要誤以為說它 鍵盤壞掉了 不是 好 那我們連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我們CD 斜線ETC底下的 CS Config 底下的 Network Script 好 那你這邊 假設有多張網卡 你就可以看到網卡的名字 那在虛擬機裡面 常看到的是 IF Config 然後 ENP03-S3 ENP03-S3 這是它的這個網卡 目前就只有一張網卡 所以它只有一個 好 所以如果說你要 如果你要把網卡啟用 就是 SUDO IF 就是 Internet 這個 FACE 就是哪一張網卡的意思 所以 我們如果要把這張網卡啟用 就是IF UP 這樣子呢 就可以把這張網卡啟用 如果你要把這張網卡 取消使用 就是DOWN 這樣子 它就會斷線 OK 好 那你要查 電腦裡面 你的伺服器裡面的IP 網路相關資訊呢 你可以用什麼 IF Config 所以你可以查一下 你在這邊打 好 IF Config呢 你就可以看到 網路資訊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是什麼 所謂的IPv6的網址 那這是什麼 IPv4的網址 那這是它的直網路遮照 這樣OK 好 那你要看更詳細資料的話 你就是要用什麼 IF Config -A 就可以看到詳細資料 好 所以這邊呢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對於一個指令呢 有哪一些參數可以用 很感興趣的話 你可以打 Man 然後IF Config 後面是 是那個指令 那它就會出現一個Menu 我告訴你 就會有個Menu告訴你 你有哪一些 參數是可以去用的 比如說-A-S-V 那後面有說明-A 就是顯示所有的網路界面卡 那目前是正在使用的 Available是可用的 Event 即使它已經Done 那它也是會顯示出來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網路常用的指令 然後第一個是PIN PIN這個網路 PIN這個指令呢 是用來偵測 某一個網址的 某一個 IP網址的這個主機呢 目前有沒有開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用 PIN TripleW店 好 那 PIN這個指令呢 它會丟一個風包去問主機呢 你是否 上線喔 那如果在線上它就會回傳一個訊息是YES 它就會得到回應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它就會像這樣一直丟 可是都沒有回應 那原因是 現階段喔 近幾年 因為 這個DOS攻擊還蠻普遍的 為了避免電腦遭受攻擊 很多伺服器呢 會取消 這個PIN封包的回應 所以對於這種PIN封包 我們就 很多主機就可以取消它的回應動作 好 那我們來PIN別的 比如說 PIN HiNet OK 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個就是成功PIN除去又回來 可以知道說 它有哪一些 它的跳點有多少個 它的時間是多少 它的品質好不好 速度快不快 這種方式 好 那接下來 一樣的 你如果說 對於 PIN的指令 可以加拿一些參數很感興趣的 一樣你可以用MAN 然後呢 I 打PIN 那你就可以看到底下這邊 如果說你用-4的話 代表它是指測 IPv4的部分 好 那-6呢 是IPv6的部分 好 然後呢 如果-A的話 它會 做這個動態測試 好 所以呢 它有很多參數 可以去設定 包含就是說 它延遲回應 等待 久一點 因為它有一些網路呢 偏慢 那但是呢 它不是到不了 那你就可以把等待的時間拉長 以確保它可以回傳回來 然後呢 來判斷這個網路是否連通 那一樣的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 很多伺服器為了怕 很多伺服器為了避免 被這個DOS攻擊 所以呢 把PIN封包的這個回應的功能呢 把它取消掉 所以就會變成 你PIN的不一定有回 所以有些時候呢 沒有回 不代表它沒有開機 有可能是因為 它把這個功能呢 取消掉了 那PIN呢 你還可以 做這樣子 這是它的一個結果啦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我們去PIN之後沒有回應 然後PIN這個 www.hinet.net 它是有回應的 而且它會告訴你 它的什麼 實體IP是多少 實體IP 我們剛剛打的是什麼 網域名對不對 它回傳是什麼 IP 它的實體IP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它的這個 ICMP的風包的順序編號 看有沒有哪一個ROAD 1234567 都沒有ROAD 然後呢它的跳點的次數 time to leave 然後它的時間 所以你看它的網路 回傳速度其實都還蠻快的 另外呢 我們介紹一下 另外一個指令叫DIG 那因為 PIN的指令呢 現在已經比較少人用了 那在Linux底下 大家比較常用的是DIG PIN的話 不管在微軟或Linux都可以用啦 那如果說你用DIG 比如說 A.SI.ED.T.BURG 好 你打下去有的話就有裝 可是打下去 如果它告訴你我找不到 這時候你就要去安裝它 那它安裝的做法呢 安裝的指令呢 是 sudo yum install 然後呢 buyutility 就是你去做網路工具的安裝 然後你DIG下去 你就像這樣子 有回傳資料回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資訊 ok那底下呢 倒數第三行 各位可以看到 透過哪一台虛擬機去 透過哪一台這個 透過哪一個DOMAIN NAME DNS去做測試啦 雖然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DIG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呢 它是透過虛擬的這個DNS 192.168.99.18 去做回應的 那如果說我現在 要測試別的DNS Server幫我查的話 我可以這麼做 怎麼做呢 我用DIG 然後AT 就代表什麼 我要用哪一台DNS Server 比如說 168.95.1.1 這是中華電信的DNS Server 然後查誰呢 www.yahoo.com Enter 那它就會去回傳回來 所以你看 它底下這邊用的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給定的那一台這個 DNS Server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比如說我用的是什麼 Google的DNS Server 它是8.8.8.8 總共四回吧 去查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告訴我們這一台 這個 網域名 然後呢 它的名字對應到的實體IP是這個 這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 OK 好 所以呢 這樣子就可以查出來 好 那 有一些呢 有反查功能的 可以再把MX MX加進來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來去查它的網址相關的資訊 好 好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去看看它的路由 比如說我們來試一下 Trace Route Triple WDN 好 那它就開始去 沒有裝的話 它就會出現 要你裝 可是你這時候裝也沒有用 因為你沒有下 sudo 所以sudo 清一下 sudo yum install trace route 好 那它要安裝一下traceroute 這就是安裝軟體的時候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安裝軟體的時候的一個方式 各位要懂得怎麼用yum去安裝軟體 好 traceroute 好 那 這個呢 就是 開始去傳了 那底下中間有的有被防火牆吸收到的 它就不會出現 所以 有一些風包呢 它不見得會回傳回來 所以 在這些網路跳點的時候 它跳過這麼多點 因為現在 為了要避免 一些駭客攻擊 所以很多主機呢 會做額外的設定 把 網路管理的相關風包呢 都把它取消掉 所以很多點呢 你其實是查不到 那它最多就是30個測試 那就結束了 好 那這個是traceroute 那可以來查 從A點到B點中間會跳過哪幾個點的一個程式 好 那這個部分呢 NetState呢 是用來偵測 自己本機 本機的網路狀態 那有沒有啟動之類的 所以我們打NetState 好 那它就會顯示什麼 有哪一些網路服務被開啟 正在等待 或者是 等待接收 或去連別人都有 所以資料很多 好 那我們可以 看一下它的 參數要怎麼去設定 所以我們可以用NetState -help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參數 你要怎麼去設定它 好 你要找路由 你要DisplayRoute Table 所以我們 NetState -r 好 它有路由表 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還有什麼 -t -n 好 好 那它會顯示數字 好 OK 那這個通常要搭配別的來看會比較好看 好 比如說我們減T 減T是來看 我其他都不看 我只看TCP的 連線有哪一些 OK 那我們減T來看 好 那這邊各位就可以看到 TCP 然後呢 本地端的是 你Local Localhost的名字 然後外界是Gateway 好 那你也可以減T之後再加個N 好 它就會變數字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我們自己的IP 這樣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好 那如果說你這些都不要看 你要看的是什麼UDP 就減U 這邊減U就代表它是要看UDP的連線 好 那目前是沒有 所以沒有資訊在這邊 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這個開放 目前正在傾聽的Socket有哪一些的服務 它會把它顯示出來 好 那另外一個是-S 它就是 印出網路目前的統計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網卡的 那-S 統計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14個TCP的Socket完成了 然後它有一些統計資料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 懂這些指令要幹嘛 萬一你的網路呢 發現流量很大 或者是你不確定 有沒有一些異常的服務正在運行 那你就可以用 這個 L -L的方式去 劣勢 所以目前的 網路連線上面的傾聽Pol有哪一些 傾聽的這個服務有哪一些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有一些異常的這個 服務呢正在運行 在你不知道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透過分析 這個分析的部分 來看一下目前的網路狀態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host host 比如說我host要去查某一台主機 TripleWDM 好 那它就可以查出一些資料 這很陽春 它只能回傳說它的IP是多少 OK 好那另外一個呢 是NS Lookup NS Lookup 是 Linux跟微軟底下都有 所以它是預設本來就會存在的指令 TripleWDM TripleWDM ASA 好那它就會查出一些資訊 它是透過哪一個 DNS回應的呢 是透過去Google查 查完之後呢 它的名字是這個 那它的address是這個 120.108.101.132 好然後呢 這樣子就可以查到一些資訊 當然如果你要再更進一步的指 指令的參數使用 你可以一樣用man 然後呢 NS Lookup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option的部分呢 要怎麼去設定它 往下可以去看看 底下這些都是它的option 看一下 那各位要知道 在Linux底下的指令呢 它有一些在加參數的時候 要加減號有的不需要 那像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 OK 那這個就是 NS Lookup的部分 好那WGAT呢 基本上就是從網路上抓檔案下來 我們來試著做做看 然後 DokuWiki DokuWiki Download 好 好那你要Download它對不對 好那你可以按右鍵 定存 你就先把網址記住 嗯 嗯 Download via this link 我們按右鍵 我們按右鍵呢 然後複製鏈結網址 好複製鏈結網址 然後呢 我們再回到這邊 好 我們在 我們把資料放在 Download裡面好了 好 那我們就WGAT 然後 把剛剛的網址貼上 按Enter 好它再解析 解析完就開始下載 各位有看到它下載速率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WGAT的作用 可以從網路上下載 OK 好以上呢是 這個 網路的相關指令的應用 以及一些網路的概念 跟各位分享 請示範 的 按下 我們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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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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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